这男人是个变态 他在家养了只吃人的怪物 谁敢惹他不高兴 他就会把谁带回家给那怪物加餐 男人名叫上阵 是一家便利店店员 今天好巧不巧就遇到这么的大冤主 买了二百块钱的东西 就为省两毛钱再买个塑料袋 然后便打着老顾客的名义 开始向老板投诉上阵 说他是个不懂规矩的小兔崽子 还当着上阵的面 在电话里向老板各种指责上阵 最后害得上阵被老板一顿臭骂 没办法 毕竟是打工的 上阵最后还是选择了忍气吞声 哪知男人临走时又屌屌地问候了一下 上阵他妈 上阵终于忍不住了 等熬到和晚班的眼睛男交班 他赶忙离开店里 由于和刚刚的男人同住一个小区 上阵很快就找到了他的五金店 顿时上阵就有了想法 他假装来买灯泡 说家里的灯坏了 可男人当即就让上阵滚蛋 表示已经打烊了 不会卖任何东西给上阵 见状上阵又继续说道 老哥 其实我不太会换灯泡 如果您能来我家帮忙换灯泡 我可以再给您三百块安装费 文言男人立马换了态度 简单调侃两句后 便拿起工具准备帮上阵上门服务 很快男人被上阵带回家里 一进门男人就看到墙角的塑料袋 袋身还残留着血子 发出阵阵恶臭 但为了三百块 男人并没有在意 按照上阵的指示 男人来到一间卧室 因为太黑 男人下意识拿出手机照明 准备找一下店员 然而刚开灯不到三秒 男人就被上阵用力推了一把 不明所以的男人又开始口吐芬芳 可上阵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然后慢慢将门关上 最后只留下一句 这次吃得干净点哦 我的好朋友 男人顿时怒了 骂骂咧咧地让上阵快点开门 不过还没等男人起身 他就从身后听到一阵嘻嘻嗦嗦的声音 男人赶忙拿起手机往后看去 等男人看清后 一张超大的锯口已经朝他咬去 男人的头瞬间被一分为二 接着房间里就只剩下骨头 被嚼碎地打崩盛 可越是这种工资两三千的工作 屁事就越多 第二天上阵刚到店里 店长就对着上阵一阵臭骂 说昨天上阵上班的时候 账上少了三百块 文言上阵赶忙解释 说昨天是晚班的眼睛难对的账 哪只话还没说完 店长立马摆出一脸不屑的表情 表示反正都会从工资里扣 让上阵闭嘴 听到扣工资 上阵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巧又被店长听到 当即又骂道 小东西老子给你脸了是吗 赶紧去换工资上班 换工资时上阵又有了想法 他想把店长也带回去给好朋友加餐 但理性告诉他在任夜 时间很快到了晚上 马上到了交班的时间 可眼镜男迟迟不来 上阵发了一遍又一遍消息给眼镜男 眼镜男却一直不回 直到离下班时间过了半个小时 眼镜男才磨磨叽叽来到店里 一进来上阵便问他账单的事 可眼镜男却表示自己 昨天对账时就已经少了三百 还说是不是上阵结错账了 上阵来不及解释 眼镜男表情忽然低沉下来 说自己肯定没算错 还问上阵要不要喝饮料 可上阵根本没心思喝什么狗屁饮料 他示意让眼镜男先过来对下掌 可眼镜男却再次岔开话题 问他喝不喝咖啡 为了微薄的工资 上阵懒拒后再次让眼镜男过来对掌 然而眼镜男却怒了 直接骂上阵跟个小星星一样让人心烦 上阵也当即翻脸怼了两句 没想到下一秒眼镜男突然揪起上阵的衣领 不过他没有出手 只是吓唬了一下上阵 可上阵只是冷冷看着眼镜男 然后再次重复让他对掌 眼镜男自知理亏 放下了上阵 最后一脸不爽地对了掌 等忙完已经到了深夜 上阵被气得牙痒痒 可等他回到家 发现好朋友又饿了 那怪物低语着表示自己好 上阵顺势回复道 再等等吧 这个变态的男人 居然在家养了直吃人的怪物 谁要是敢让他不爽 那下场可比收到律师函还要惨一万倍 男人叫上阵 是一名便利店店员 店门突然开了 是来换晚班的眼镜男 不过这会儿今天还把他女朋友带过来了 两人牵着小手 显得很是甜蜜 女孩上来便和上阵打了个招呼 一下把一向独来独往的上阵 搞得满脸通货 不过还是下班要紧 和眼镜男交完班后 上阵刚准备回家 哪知在和两人打招呼时 眼镜男的女友不仅刻意向上阵挥手告别 还专门眨了个眼 似乎是在暗示些什么 害羞的上阵不敢回应 赶忙转身离开 等离开便利店后 回家路上上阵星星 如果就这么回家 肯定会被那怪物啃得连扎都不剩 这时路边的肉店吸引了他 上阵买了点肉回家 来不及换血 他打开卧室的房门 一张深不见底的巨口赫然出现在上阵头顶 上阵差点吓尿 他赶忙拿出手中刚买的肉 只一瞬间 肉直接被那怪物叼走 只剩下瑟瑟发抖的上阵 可这些吃得远远不够 刚吃完肉怪物又开始向上阵索要食物 也就在这时 外面的门忽然响了 为了活命 上阵不敢犹豫 他静止朝门口走去 等到了门口 他颤颤微微打开房门 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个熟面孔 竟然是刚才眼镜男的女朋友 那个 你怎么 怎么会来啊 嘿嘿 我是和我男朋友一起来的 但外面雨下得太大了 我可以先进去吗 还没等上阵拒绝 女人直接走了进来 谁知刚进来卧室的门 就被那怪物状的哐当作响 不明所以的女人还问上阵 说是不是在家养了蜀 上阵慌忙解释说是养了猫 一听是猫女人顿时来了兴趣 开始慢慢靠近卧室 可等女人准备开门时 上阵忽然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两人四目相对 空气瞬间凝固 与此同时 眼镜男恰好从门外进来 看到两人正牵着手 眼镜男一下怒了 气哄哄的就朝上阵走去 上阵解释了几句 可眼镜男根本不听 最后把上阵逼急了 直接骂了两人 让他们赶紧滚蛋 然而这时上阵 身后卧室的门突然被撞开 那怪物直接一口咬住眼镜男 伴着咔嚓一声 眼镜男半个身子 被怪物吞入腹部 等上阵再转眼一看眼镜男的女 没想到他看到眼镜男 被赤居然笑了 但为了眼带真相 上阵现在必须要把女人一起扑脸 那个变态的女人 变态到变态看了都说她变态 她有个喜欢穿绿色衣服的男朋友 刚才男友意外在她面前 被怪物吞没 血都溅到她脸上了 可她不仅没哭 反而还笑了起来 而比她更变态的变态男主上阵 现在要把看到这一切的女人嘎了 因为这怪物是她专门豢养的小可爱 她暗想如果等女人报警 那自己必定牢底坐穿 最后上阵决定杀人灭口 可等上阵靠近女人后 她犹豫了 她觉得如果就这样把女人嘎了的话 那自己跟人渣有什么区别 于是上阵放下了手中的杀鸡刀 示意让女人离开 并嘱咐她不要把刚才的事说出去 文言女人微笑着站起身来 可还没说什么 上阵却忽然朝她大吼起来 让她赶紧滚 还向女人直说刚才自己准备把她打了 哪只女人听到后 嘴角再次上扬 甚至还笑着向上阵告别 最后女人就这么带着一身男友的携走了 随着门被关上 上阵瘫坐在地 上阵是一名便利店店员 第二天她一如既往地上班 正想着昨天的女人会不会报警 结果下一秒女人就提着行李相近到了店里 还和没事人一样和上阵打着招呼 上阵赶忙问她来这里干什么 可女人却漫不经心地反问上阵几点下班 不明所以的上阵冷汗直冒 见状女人直接摊牌了 说从今天开始她要住在上阵家里 上阵人麻了 问她住自己家是什么意思 然而女人并没有回答她 只是再问了一遍上阵能不能住到她家 还说没有房间的话自己可以住客厅 这话直接把上阵整懵逼了 她不知道这女人到底想从自己这得到什么 还是说她对那怪物有想法 突然女人打断了胡思乱想的上阵 事意让她结一下账 然而这边刚准备结账 店门就忽然被撞开了 一个边接电话边报粗口的精神小伙进来了 见状那女人准备先出去 在门口等上阵下班 这边精神小伙买完东西 结账时她又想再买一包香烟 可她不说要什么牌子的盐 只是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在上阵的右边 上阵顺着小伙的眼神指了指货架 问她是不是这牌子 再重复指了两个都不对吼 那精神小伙有些急了 习惯性地朝上阵报了两句粗口 上阵不爽地回头看了一眼 谁知那小伙看到后 当即又说了些更难听的脏话 毕竟是打工的 上阵咬牙忍住了 事后那精神小伙没有离开 在一旁的桌子上继续打着电话 等把刚买的零食吃完后 小伙准备拍屁股走人 可刚造的垃圾他是一点没收 不巧正好被上阵看到 这下上阵忍不了 你个稀巴玩意 吃完垃圾不会扔吗 闻声小伙停下脚步 转头便来了句脖萃 面对素质666的精神小伙 上阵说要做它 就在上阵准备做点什么的时候 店门又开了 是店长来探办 上阵赶忙和店长打招 故意没有理会那小伙 小伙见状放了句狠话变得了 到门口时还朝旁边的地上搏了口弹 可好巧不巧 他转头就瞥见 还在门口等上阵的女人 小伙瞬间就有了猥琐的想法 用相当油腻的话撩了一下女人 还说可以给女人免费做核酸 女人当场拒绝 哪知那小伙转身就小声骂道 臭信号的 装什么呢 然而声音恰好被女人听到 不知过了多久 天上下起了大雨 上阵这时也下班了 上阵还专门带了把伞给女人 示意让她自己回家 可女人却一脸娇羞地说要去上阵家 不等上阵拒绝 女人转身便开始朝上阵家的方向走去 这下上阵没办法拒绝了 于是就这样两人一句话不说地开始往家走 然而等快到上阵家楼下时 女人忽然停下了脚步 原来是他们又遇到了刚刚那个精神小伙 女人直接问上阵 这条狗应该活着吗 随即她让上阵把自己的行李先拿回家 自己则准备去和小伙子做点什么 这个女人正在对男人说骚话 她说家里的床太大 一个人睡觉好怕怕 文言男人当即便答应女人 准备去她家看看床有多大 可谁知女人刚转身准备带路 男人竟突然一把抓住女人的头发 原来男人以为女人想搭自己腰子 说让女人直接跟自己去宾馆做核算 顿时女人就急了 朝她口吐芬芳 然而男人根本不管 直接拽着女人头发就往宾馆走 任凭女人怎么挣扎 她就是不放手 还恐吓女人说 难道你是想被打晕后再被拖走吗 谁知女人凄厉的求救生 这时被住在楼上的男主上阵听了 她赶忙冲下门 看到女人正被这个人渣拖在地上 没有半点犹豫 她直接一板砖拍到男人头上 男人当即被打晕倒地 而第一次出手 伤人的上阵愣着 手还在止不住的颤抖 在原地僵了几秒后 突然女人朝上阵大喊 事宜让她赶紧把人拖回家里 清醒过来的上阵不敢犹豫 赶忙和女人一起 准备把男人拖回家里 就这样将男人一路拖到了家门口 等女人把门打开后 上阵立马把男人拖了进去 但其实上阵也是个变态 他一直在家养了只吃人的怪物 只要有让他不爽的人 他就会把那人带回家喂怪物 紧接着上阵便把男人 拖进了那个藏着怪物的卧室 只一秒那男人便伸手一触 在门口坐着的上阵还惊魂未定 再一转头看向那女人 她居然在做出一个祈祷的姿势 还露出一脸诡异的表情 奇怪的气氛让上阵头皮发麻 她赶忙向女人表示自己累了 要去自己的房间休息一下 回到房间后 上阵依旧在全身颤抖 不知过了多久 等上阵在房间睡着了 那女人过来看了一眼上阵 确认上阵睡着后 女人居然来到了那怪物的卧室门口 她没有犹豫 直接走了进去 谁知她看到恐怖如斯的怪物 不仅不害怕 反而还笑了 甚至上手摸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 那怪物的眼睛忽然猛地睁开 她摇晃了一下身子 然后站了起来 就这样死死盯着女人 看到怪物这样女人更加兴奋了 殊不知那怪物也兴奋了 看着袖色可参的女人 怪物准备将女人直接生吞 女人这时才知道害怕 可那怪物的大口 早已在女人头上张开 就在女人即将被吞没时 上阵赶了过来 她赶忙叫住了那怪物 接着朝那怪物吵了几句 怪物似乎能听懂她的话 思考片刻后 接着露出了一个细思极恐的表情 不过这时那怪物 也突然发生了一些变化 她开始像虫子一样在蜕变 第二天 上阵如往常一样下班回家 正走着身后 忽然来了的 吊吊的外卖小哥 明明这巷子走个人都费劲 可她偏偏还要加速 从上阵旁边冲过去 管是还给上阵来了的国际手势 理智的上阵忍住 没有和她发生口角 现在她得赶紧回家 搞点吃的点了怪物才行 于是上阵买了只鸡回家 一进来便把鸡 放在了怪物的卧室门口 这时那女人说她也饿了 随后两人准备点份炸鸡 哪只来送外卖的 正是刚才那个 吊吊的外卖小哥 等小哥走后 上阵开封时发现 这炸鸡的包装 居然是被开过封的 仔细一看 连鸡腿也少了一只 不想多事地上阵选择将就一下 随便拿了块肉就吃了起来 可女人这时却忽然打电话给商家 又重新点了一份炸鸡 嘴角还扬起一抹奸笑 不过巧的是这一单外卖 来送的还是那个小哥 千万别给这个女人送外卖 因为给她送外卖 就等于送腰子 打腰子的时候 更是麻药也不给打 就在刚才 女人和男主上阵准备点份炸鸡吃 谁知外卖送到后 那外卖小哥竟然张口 又向上阵索要配送嘴 上阵解释说 自己在下单的时候就付过钱了 可小哥却不耐烦地说 现在过了晚上十二点 配送费要加价 让上阵再另付他十八块钱 不然就不给他炸鸡 无奈上阵只好回房间拿钱 路上上阵极力地克制着 自己不对他出手 然而等上阵把钱递给小哥时 那小哥竟直接一把夺过 还一脸不爽地转头就走 这次上阵还是忍住了 可等开封时 上阵发现这炸鸡居然被人打开过 里面的鸡腿还少了一只 健壮一旁的女人忍不了了 他当即便打电话给商家 重新点了一份炸鸡 嘴角还露出一抹惊笑 巧的是送炸鸡的 也还是刚刚那个小哥 等小哥到了上阵家门口 他不耐烦地使劲敲门 可这次开门的却是刚才下单的女人 但那小哥还是小声骂道 两个小戏吧 要点就他星号的一次点完了 然而小哥话还没说完 那女人直接一刀杆到了他肩膀上 反应过来的小哥一脚把女人踹开 眼看女人重重摔到地上 小哥顺势准备拔出肩膀上的杀鸡刀 这时听到动静的上阵 赶忙从客厅跑了过来 而这边小哥也已忍住剧痛 将刀拔了出来 随后他拿着刀就朝女人冲去 千军一发之际 上阵一脚将小哥踢开 接着上阵问女人这是什么情况 可女人却嘴角上扬 然后笑着对上阵说 这个小哥需要被审判 这种人渣不该活着 听到审判上阵明白了 因为他是个变态 他一直在家养了只吃人的怪物 而让怪物吃掉眼前这个人渣 无疑就是对他最好的审判 随即他立马朝用来 换养怪物的卧室大喊 示意让那怪物出来吃夜宵 然而几秒过后 卧室里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没办法 上阵只好主动将男人拖到卧室 可等到了卧室门口上阵发现 连下午给那怪物带的鸡他都还没吃 再转眼一看自己惯养的小可兰 他现在正全缩在一起 像是残结成了勇 没有了生命迹象 就在上阵发愣时 小哥忽然猛地冲了过来 一下把上阵扑倒在地 然后开始暴躁上阵 这时刚才的女人拿着刀走过来 小哥看到后赶忙起身 直接一拳朝女人砸去 女人也随即朝小哥妖子打了一刀 小哥吃痛发出惨叫 随即他风味一样地扑到女人身上 女人这时趁机把刀子插到了他背上 紧接着两人就这么摔倒在地 而此时的小哥已经被女人嘎得失去理智 忽然他猛地抬起头 然后朝女人的额头重重打下 虽然将女人重伤 但自己也开始有些头晕 然而当小哥就要昏厥时 上阵突然从身后给他来了一下 随即小哥瘫倒在地 接着被上阵拖到了怪物的卧室 事后上阵还贴心地给女人贴了个窗口贴 可两人刚坐下输了口气 忽然就一阵敲门声传来 是警察来了 他还看到了地上残留的炸鸡和血迹 闻声上阵和女人不敢发出半点声响 随后那警察又敲了几下门 发现没人开门他准备走 还打了个电话给同事 刻意大声说自己是社区送温暖 发现这户没人 然后自己现在准备回去 上阵听到警察离开的脚步声后 如是重负的瘫坐在地 殊不知那警察其实没走 他还从外面听到了上阵坐在地上的声音 随即他掏出一根翘棒 直接怼到了上阵家门上 从没见过这么嚣张的暴徒 警察都破门而入了 可他却还举着杀鸡刀恐吓警察 那警察示意让他放下刀子 不然就一枪崩了他 谁知他却忽然一咬牙 然后朝身后的卧室大喊了一声 紧接着从卧室里就出来了一只庞然大腕 原来这男人是个变态 他一直在家养了只怪物 而用来换养那怪物的饲料正是活人 随后怪物就这样出现在那警察面前 见状那警察赶忙举枪射击 可为是已晚 怪物直接将他的头咬住 伴着咔嚓一声 警察被怪物一分为二 而被怪物咬住的那部分 直接被他生吞 把男主上阵都看傻了 本来看着就挺变态的怪物 现在看起来更变态了 就在这时 忽然上阵挨了一巴掌 是和尚镇住在一起的女人 她示意让上阵清醒一点 表示现在必须要带着这怪物离开房子 而且刚才警察的强声 肯定会引来更多的警察 回过神的上阵 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之后在女人的带领下 怪物被两人用被褥盖住 他们趁着夜色 开始向偏僻的后山进发 最后在山上 他们找到了一家废品回收站 从山上看去 上阵家楼下这时以为满了警车 两人不敢犹豫 开始继续向废品站内部进发 很快他们走到了 类似员工休息室的铁皮房门堡 女人透过窗户看了一眼 只有一个中年大叔在睡觉 随即女人决定直接把大叔绑起来 她让上阵先去把怪物藏好 自己则先去找点作案工具 不知过了多久 大叔忽然从梦中惊醒 此时上阵和女人正拿着铁棒 给在她脸上 女人示意让大叔佩服 只要老十点就不会伤害她 一脸懵逼的大叔赶忙点头答应 就这样大叔被两人绑在了椅子上 而另一边 昨晚警方在找到被怪物一分为二的警察后 通过法医鉴定 法医现在只推测到那警察是被某种动物所击杀 但根据接手案子的女警官推断 嫌疑人最后还是落到了上阵头上 现在回到上阵和女人这边 经历了这么多 上阵决定和女人讲一下那只怪物的来源 其实那怪物是他的一个好兄弟 他名叫善语 起初上阵的房子一共住了三个人 除了上阵和善语外 还有一个叫银河的朋友 而他和善语还有上阵不一样 银河做什么都很出色 从高中到大学 直到工作 人生路上没有任何绊脚石 性格也好 朋友也多 跟银河比起来上阵性格不怎么好 善语也是一直比较内向 那天晚上 银河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酒回来 但当时上阵和善语还没开始兼职 也确实是真的很久没有喝酒了 所幸那天三人就都喝了很多酒 谁知酒过三巡后 银河装起来了 说自己今天发了不少工资 让他们想喝多少喝多少 然后又用戏谑的语气对两人说 你们拿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也要请我喝呀 关键是 不知道你们俩小戏八今年能不能让我喝到 可能是因为自卑 因为这一个小小的玩笑 上阵反应过激了 喝酒的气氛当即便被上阵打过 是善语一直在拦着上阵 但因为上阵太生气 他甩开善语后 又和银河大吵了几句 最后上阵一把推向了银河 因为酒后不知轻重 银河重重摔倒在地 头直接被摔破 银河当场就失去了意识 紧接着连呼吸也停止了 可本来上阵并不想这样 但悲剧已经发生 善语赶忙起身准备叫救护车 可就在善语准备打电话时 上阵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紧接着对善语一阵劝说 可善语偏偏就是那种 不会拒绝的老师 他很快被上阵说服 于是两人趁着雨夜 将银河搬了出去 接着他们把银河 在一块荒地上来葬了 然而那天过后 善语开始变了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一直打游戏 虽然他平时也喜欢打游戏 但那件事之后 他开始不吃不喝 就一直打游戏 像是拼了命的努力 让自己不想那件事 之后善语的身体 开始一点点发生了变化 不是单纯的变胖 而是慢慢变成了 一个不像人的模样 谁知听完这些后 女人还大笑了起来 因为她远比我们想象中 还要变态 这个顶着一头 黄毛的普姓男 因为占了男人的车位 结果差点被男人一斧子抱头 随即那黄毛便朝他破口大骂 可男人只是淡定地 擦了擦斧头上的穴子 见状黄毛赶忙 向周围的路人求救 可路人们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没有丝毫想帮的意思 黄毛来不及反应 又被那男人一斧头 劈到背上 最后扮着黄毛的惨教生 他被男人当街分尸 原来这男人是一位宗教的传教士 刚才的群众则都是他的信仰 他们信仰的教会 名为宇宙永生教 而教会的宗旨 正是专门审判社会上那些人渣 所谓审判 就是让他们付出血 或者生命的代价 因为在这个政治腐败的社会 法律和道德在大众眼里 不过是一张废纸 只约束了一小部分的老实人 而那些诸狗不如的社会败类 仍在五行五速 所以宇宙永生教的诞生是必然的 而且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每个城市 但病态的世界也会有病态的信仰 他们信仰的神主 是一种长着巨口和獠牙的吃人怪物 因为那些怪物 会帮他们吞噬掉那些需要被审判的人渣 所以信徒们都尊称那些怪物为救治大人 而我们的变态女主志源 正是其中的一名信徒 昨天志源在和男主上阵绑架完废品战大叔后 上阵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 于是作为信徒的志源 决定把他交给所谓的救治大人进行审判 接着大叔便被两人丢到了一处小黑屋 门关上后大叔开始试图 挣脱头上五柱的塑料袋 然而刚弄掉头上的塑料袋 他就从旁边的黑暗处 听到一阵稀稀缩缩的声音 随着那声音越来越近 忽然那怪物的大脸就从黑暗中浮现出来 大叔瞬间头皮炸裂 可那怪物只是在大叔身后盘旋了一阵 然后又缩了回去 紧接着小黑屋的大门被打开 是志源和尚镇打开的 他们把大叔扶起 大叔一脸懵逼 赶忙问那怪物是什么东西 给大叔松绑时志源说道 那位是救治大人 恭喜你获得了新生 大叔又继续问这新生是什么意思 就是将不该活着的人让救治大人审判 而被审判过后的人将获得新生 这边大叔还在疑惑时 忽然门外传来汽车的鸣笛声 此时一辆送废品的卡车正停在大门外 司机还凶巴巴地说着脏话 示意让大叔赶紧给他开门 大叔闻声准备过去看看 谁知大叔看清来人后 他转头向两人说道 你们不是说那怪物是审判者吗 在门口那小子是世界上最垃圾的人渣 请一定要帮我审判他 随后大叔就去给那男人开了门 男人进来后直接吊吊地问候了一下大叔他妈 大叔似乎很怕他 被骂了也不敢回击半个字 紧接着那男人从车上下来 准备和大叔谈一下价格 大叔表示行情有变 价格适当涨了一点点 然而这边大叔话刚说完 那男人忽然向大叔招手 不明所以的大叔向前走了两遍 结果下一秒便被那男人一巴掌 重重打到脸上 当即就骂大叔是个回蛋 还说大叔就是想从中间讹解 能看出大叔经常被欺负 都被骂得一无是处了还在笑以相迎 刚想解释两句 但换来的却是凌文一九 即使这样大叔还在解释 可那男人根本不听 直接开始暴揍大叔 在一旁看着的上阵终于忍住 起身便冲了过去 这是女孩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衣打架 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绿衣大叔 女孩先举起钢管出手了 可还没碰到大叔 就被那大叔一下打到脸上 紧接着男主上阵也抄起家伙 准备攻击大叔 但也被那大叔成功挡下 上阵还被他击退倒霉 就在这时 那女孩竟然从身后 掏出了一把手枪 大叔还以为是玩具枪 当即便骂女孩小戏霸 说他这是要搞什么飞机 可话还没说完 他就突然挨了一门棍 原来是废品站的大叔敲的 等那绿衣大叔醒来后 人已经被三人绑到小黑屋了 见状他赶忙用脏话事宜 让众人放他 可话音刚落 角落里就传来一阵 嘻嘻嗦嗦嗦的声音 等男人定睛一看 一只怪物已经张开锯口 朝他咬来 那怪物直接一口咬住他的头 紧接着那绿衣大叔 连同身体被怪物整个吞没 而那废品站大叔看到怪物吃人 全程都没有眨一下眼睛 最后更是直接给那怪物滚了 嘴上还不停说着谢谢 原来这个世界存在一个 叫宇宙永生教的教会 那怪物便是他们信奉的神主 在他们眼里 怪物会对世人进行审判 那绿衣大叔因为经常欺负 废品站大叔 所以怪物将绿衣大叔吃掉 就是在对他审判 我们的女主志源 正是教会的一份子 事后志源提议让上阵和他 一起去他们教会 上阵没有拒绝 小生答应了志源 殊不知他的这个举动 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 晚上 废品站大叔带着上阵和志源 还有那个怪物 准备一起前往 最近的一家宇宙永生教分教 等到了早上三人终于赶到 一下车便有几个信徒出来迎接 见几人如此热情 志源赶忙问他们哪有宿舍 表示需要带上阵休息休息 可那带头的传教士却说 要先检查一下货车上的东西 见状志源让上阵帮忙 打开一下车上的围栏 给他们看看 随即上阵打开围栏 然后掀开了藏着怪物的被子 看到怪物几人顿时吓了一条 因为作为信徒 他们从未见过教会信奉的真正神子 可如今看到后 那传教士竟然有了变态的想法 他跟自己手下的信徒商量 说要把这个怪物卖给总教会的高层 那样的话至少能赚六十万 几个小嘎嘎就这样在志源面前嘀咕了起来 换坤坤还能忍一手 但志源怎么可能忍 他当即就骂那带头的传教士想搞什么飞机 文言这传教士直接翻脸了 转头就让手下去拿刀 直言要把志源和上阵杀了位子 见情况不对 志源示意让上阵 还有大叔赶紧上车跑路 就在这时 那传教士突然一把抓住了志源 大叔还想过去拦一下 结果直接被一杀鸡刀将脖子贯穿 当即便倒地失去了意识 打大叔的正是刚才去拿刀的兰衣信徒 上阵见状赶忙准备冲上去帮忙 谁知刚跑两步就被一个信徒撞倒了 上阵被压在身下 志源被兰衣信徒控制 而那传教士则准备打了上阵 他静止走到上阵面前 大言不惭地说要把他们都杀了 再把怪物卖了 然后再离开这个狗屁叫唤 边说着边举起了手中的杀鸡刀 那个女孩被变态从身后顶住 反而还笑了起来 因为那变态即将在他面前 被怪物啃得连扎都不上 就在刚才 志源正被那变态控制 四肢都不能动来 男主上阵也被一个绿衣变态压在身下 正当两个变态的老大准备将上阵分尸时 上阵赶忙朝旁边的货车大喊 示意让货车上的怪物出来 那怪物纹身从货车上爬了出来 张口就准备将他们的老大一口闷 伴着扑呲一声 老大的头直接被那怪物嘎掉 紧接着没了头的老大在原地晃悠两下后 瘫倒在了上阵跟前 目睹这一切的变态眼睛男傻 他当想转身跑路 可还没跑两步 头也被那怪物一口嘎掉 那绿衣变太监情况不对 赶忙向上阵求饶 可话还没说完 头就跟身子被怪物一分为二 请客间教堂变成了人间炼狱 那怪物准备把教堂外能看到的人全都搞 最后还是上阵的一句话 才让那怪物停下了攻击 随后怪物慢悠悠地朝货车走去 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似的又躺平到了货车上 健壮志员当着众人的面 开始喊起了就齿大人的口号 随即教堂外还活着的众教徒 都开始纷纷跪拜起来 之后时间到了晚上 教堂内的一个大妈给上阵和志员都安排了住处 那怪物则被上阵安排到了一个单间 晚上上阵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回想起白天怪物吃人的场面 心中五味杂沉 于是他去卫生间上了个厕所 但从厕所出来时 他听到那怪物房间里居然有动静 还是个小女孩的声音 他果断推开房门 此时一个小女孩正低着头在那怪物面前 上阵还以为怪物要把小女孩吃了 赶忙制止了那怪物 接着把小女孩带了出去 然后上阵又询问了一下女孩的住处 可小女孩却唯唯诺诺地表示 自己有事想请求救齿大人 然而还没等小女孩说是什么请求 上阵就打断了他 不要再回来 可上阵不知道 其实那小女孩根本不敢回家 因为回家后 她会如往常一样面对她父亲非人的虐待 而且几分钟前 小女孩来到怪物房间想求怪物的事 其实就是让那怪物吃掉自己的父亲 那个女孩居然祈求怪物吃掉自己的父亲 因为她父亲就是个猪狗不如的畜生东西 整日喝酒不说 还经常打骂自己的老婆 只要不高兴就对老婆一巴掌 对女孩更是一点都不手软 平日里女孩身上不是轻一块就是紫一块 而今天晚上 只因为女孩回来晚了一点 父亲看到后直接大发雷霆 说要打断女孩的腿 女孩的母亲还想拦下男人 可她却说 都怪你这臭婆娘 连个小孩都不会教育 都多晚了一个小丫头骗子 还在外面吓唬光 说完男人便举起右手 然后重重打到女孩脸上 事后可怜的女孩一直在妈妈怀里哭到声音 绝望的女孩向妈妈提议 说让妈妈跟自己去宇宙永生教会 这个教会是专门审判社会上的人渣 但所谓审判 就是让他们领盒饭 而开头的那个怪物便是教会信仰的神主 怪物会帮他们吞噬掉那些人渣 因此也被信徒们称为救治大人 到了深夜 男人如往常一样醒来 下意识地让自己的老婆给自己拿水喝 但叫了两声后 男人发现无人应把 再仔细一看 母女两人都不在了 因为此时两人正在教会祈祷 他们不敢再在家里待着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天当亮男人就喝着小酒 然后提着铁鲜 准备来教会好好收拾他们 随即他恶狠狠地一脚踹开房门 嘴上还标着极其难听的脏话 然而一开门 男人却只看到一个庞然大物 一人一怪 四目相对 男人顿时被吓得瘫倒在地 就在这时 母女俩刚好在外面吃完早饭回来 恰好看到了怪物准备吃掉男人 教会的信徒们看到怪物都纷纷跪了下来 可谁知男人却还在口吐芬芳 大骂这怪物是什么鬼东西 这时小女孩忽然对着怪物大声说道 就此大人 这个人就是我爸爸 求您把他吃掉吧 闻言那怪物又看了眼男人 然后毫不犹豫地张开锯口 直接将女孩的父亲吞入了腹中 看着父亲被怪物吞没 女孩心中五味杂陈 与此同时 男人被吞没时的惨叫声 被男主上阵和女主志源听到 他们立马顺着声音赶来 此时男人已经被啃得只声地走 不明所以的上阵猛低了 可小女孩却解释 说是自己拜托旧耻大人吃掉他的 爸爸天天打我们 天天打我和妈妈 所以我才拜托旧耻大人审大大 听到这些上阵不知道该说什么 而志源看到后却有了新的计划 事后 志源带着上阵和怪物 来到了市里一家更大的宇宙永生教教会 这里有曾带志源入教的传教士 一见面志源便给传教士介绍起了上阵 紧接着又让上阵 给那传教士看了怪物 一看到那怪物 传教士眼睛都直了 回过神的他赶忙跪下 嘴里还说着感谢的话 随后志源和上阵被传教士接待进了教会的书房 因为今天是教会的休息日 那怪物则被放到了无人的教堂内 这边三人简单寒暄几句后 传教士赶忙通知了教会的高层人员 表示让他们过来看一下救治大人 很快一辆黑色面包车停到了教会楼下 一个贴着满脸窗壳贴 穿着红色西装的男人下车了 他是这座城市宇宙永生教教会的分部长 代号裴部长 而此时面包车内 正坐着七八个拿着麻醉枪的大喊 是的 他们正计划捕捉那怪物 因为在教会的高层里 还有着黑暗的一面 这个长得像男人的男人真不是个男人 他居然被一个女人揪着头发骂小戏吧 还像狗一样给女人跪在地上 任凭女人奖励他大逼兜 女人还用高跟鞋踩他腿 把他的腿都踩烂了 可他却只能表现出一脸享受的样子 并像舔狗一样低声下气的认错 而男人被奖励的原因 仅是因为在开会时说错了一句话 他们都是一个叫宇宙永生教教会的信徒 这个教会信仰的神主 是一种长着巨口獠牙的怪物 那男人正是教会的高层人员 他负责招收信徒 也被尊称为陪部长 就在刚才 宇宙永生教的所有高层人员都在开会 坐在总经理位置的男人名叫虎牙大人 而比他官更大的是这个老头 他是整个教会组织的董事长 也是全市最有钱的金主 在快要散会的时候 突然有个小弟前来汇报 说他们在陪部长下面的一个分教会 发现了他们信仰的神主意外降临人间 那董事长一听顿时有了兴趣 见状陪部长赶忙附和着吹跑了起来 可被总经理虎牙大人听到后 表情立马低沉下来 转头就跟董事长插开话题 说之前听过很多关于神主降临人间的谣言 然后表示自己可以先代替董事长去确定一下 看看神主是否是真的降临了 随即董事长点了点头 见状他赶忙事宜让大家丧会 会议结束时 他和刚才的女人擦肩而鼓 接着就吩咐了他奖励一下陪部长 而陪部长现在还不知道 等会自己要被女人紧 就这样满面春风的从女人身边走 于是女人当即便叫住了他 之后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名 陪部长在被女人奖励的毒使 虎牙大人也赶过来 只简单朝陪部长说了一句 下次可不只是教训这么简单 随即便示意女人跟自己走 等两人走后 陪部长才敢松口气 原来这虎牙大人根本不信脚 只是图他们董事长的钱 为了圈董事长的钱 他不会让教会所信奉的神主出现 因为一旦让董事长发现真的神主出现了 他的地位就会有所动有 事后 陪部长被虎牙大人安排去捕捉他们的神主 还专门调用了一面包车 带着麻醉枪的枪手给陪部长 此时教会信徒们自以为是的神主 也就是男主上阵豢养的怪物 现在正在分教会的教堂里 而上阵和志员 则和分教会的传教士在书房闲聊 等陪部长和传教士一见面 陪部长便着急忙慌地 让传教士带路去看看那怪物 很快几人都来到了教堂 随着教堂的大门打开 众人都走了进来 可那怪物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正当陪部长朝传教士发牢骚时 脚下忽然出现了几滴透明的液体 不明所以的陪部长向头上看去 那怪物此时郑道玄在天花板上 死死地盯着他 那个男人脚下突然多了几滴不明液体 等男人朝头上望去 一只怪物居然郑道玄在他头顶 顿时陪部长被吓了一大跳 趁上阵在劝说那怪物不要吃人的功夫 陪部长赶忙打电话 事宜让外面车里带麻醉枪的众人进来捕捉怪物 那怪物似乎是感知到了陪部长不怀好的 不顾上阵的阻拦 朝陪部长发起了攻击 可陪部长因为害怕 下意识地朝怪物抱了粗口 这让在一旁的志源不禁响起 之前在另一个教会的时候 那几个小嘎嘎也是同样的反应 也就在这时 志源终于反应过来这陪部长根本不是来膜拜的 但为时已晚 教堂的大门被踹开 几个抱着麻醉枪的壮汉赫然出现 志源赶忙大喊让上阵带着怪物快跑 可麻醉极已经朝怪物射了过去 几发麻醉极正中那怪物面门 被麻醉的怪物瞬间倒地 紧接着几个壮汉又掏出不受 直接将那怪物壳了起来 志源和尚阵也顺势被两个壮汉强行控制 不明所以的传教士赶忙问陪部长什么意思 谁知陪部长这时却笑了起来 还是那种见嘻嘻的大笑 他戏谑地对传教士说 喂 小戏巴 你不会真以为这个怪物是神吧 真是个蠢货 清醒点吧 这世上根本没有神 你杀的人才不是接受了什么狗屁舍弹 就只是被你亲手杀了 被宗教洗脑的蠢货 闻言传教士呆住了 他内心还是相信所谓的神主存在的 就在传教士快要崩溃的一瞬间 志源叫醒了他 他大声朝传教士吼了 那群家伙是异教 听到异教二字 传教士双眼圆瞪起来 终于在传教士也被两个小八嘎控制的时候 他醒悟了 他要将这群教会的叛徒全都舍弹 随即他一拳砸向抓着自己的小八嘆 然后静止冲向陪部长 直接一把将他抓了起 可毕竟双拳难敌四十 就在传教士快要把陪部长拿掉去 忽然旁边的小八嘎设了一发麻醉剂 麻醉剂正中传教士的上发 传教士当即便倒闭昏迷 在陪部长的指挥下 上阵和志源还有传教士被绑到了同一辆车 而那怪物则被放到了另一辆车上 等怪物从昏迷中醒来后 发现自己已经在一间笼子里 笼子的材质很硬 似乎是专门为了困住他所造的 等那怪物仔细一看笼子外面 居然还有和他一样被囚禁的两只怪物 与此同时 上阵一行人按陪部长的计划 要被拉到一处荒地埋了 很快两个小嘎嘎将他们拉到地方 本来坑都挖好了 可就在准备埋葬他们的时候 那传教士忽然醒了 等他意识逐渐清醒后 他开始在手中蓄力 随着传教士眉头一紧 手上的绳子被他直接挣脱 传教士没有犹豫 直接朝那缠土的小嘎嘎冲了过去 然后死死抓住他的脖子 就这样一直把他捏到窒息 见状另一个小嘎嘎准备过来帮忙 可他根本不是传教士的对手 几下就被传教士揍得鼻青脸肿 还被绑了起来 之后传教士从这个小嘎嘎口中得知 那怪物被送到了专门关押他们的仓库 随即传教士便赶忙 带着上阵和支援准备过去 可就在赶往仓库的路上时 那小嘎嘎突然嘲讽地说道 你们知道这种怪物在网上被称作什么吗 是基因突变 他们不是人也不是神 是人的基因突变 那个男人因为直播时不穿内裤 结果被女人绑到小黑屋 还要用一根又粗又长的东西紧离他 原来这男人是一名科学家 专门对生物的进化进行研究 他最近发现了一些有关人类进化的情况 几天前 他的同事在地球的某个国家 拍到了体型巨大的怪物 他们发现这种怪物数量不多 但基本上遍布全局 最主要的是 根据他们的研究表明 这些怪物身体里都拥有人类的DNA 因此他们把这种怪物认定为人类进化后的形态 或者说是基因突变 而且他还发现这些怪物就存在于国内 两个半小时前 他专门在网上直播说那些怪物 就藏在这个遍布全国的宇宙永生教教会里 他甚至还给网友们透露 说这个教会把那些怪物封为神 然而他本想靠拨这些东西长长粉 却没想到直播还引起了那教会里的高层人员注意 这个看直播的男人名教普牙大人 他正是宇宙永生教教会的高层经理 也是开头那女人的上司 这边他刚看完直播便命令手下 让他们把男人抓起来 之后时间又过去两个半小时 那科学家此时正悠哉地捡着刚才的直播素材 忽然门铃响了 门外的人说是有他的快递送来 文言科学家还专门看了看猫眼 但只看到了一个男人抱着一个箱子 不明所以的科学家决定开门看看 可这边刚把门打开 那男人就举起一把小刀 二话不说直接朝科学家挥去 瞬间番茄降见了一地 等那科学家再醒来时 人已经被绑到了一处牢房 紧接着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然而正当女人举起锤子 准备奖励科学家时 大门突然被一个小弟推开 他神色慌张地表示 外面来了几个亡命之徒 而小弟口中的亡命之徒 正是男主上阵一行人 根据之前负责埋葬他们的小弟提供的信息 他们成功找到关押那怪物的地方 为尽快解救被困在牢房里的怪物 现在他们准备强行闯路 只要有拦路的小嘎嘎 那带头的传教士都是直接一辅 志员也是一点不熟人 拿着钢管见人就砸 在解决完两个看门的小弟后 上阵果断从他们身上翻出大门钥匙 随着上阵打开大门的锁 门被他们推开发出的支搭声 吸引了牢房内部的一个小弟 传教士眼看救他一个人 打算不管他直接冲进去 哪知那小弟忽然转头 事宜让屋里的几个好兄弟超家伙 紧接着几个壮汉便从他身后走了出来 但他们根本不是那传教士的对手 几下就被传教士打得哭颠喊 也刚好从带头的口中得知了怪物所在的位置 然而几人刚准备走 忽然就被一个女人叫住 正是刚才准备奖励科学家的女 此时她正带着十几个壮汉准备和三人硬钢 那个女人因为不穿那一袋小弟打架 结果被女主志员一枪爆头 就在刚才 志员带着上阵和传教士打算指导黄龙 他们直接强行闯入了全是异教信徒的仓谷 可没想到刚解决了一波小嘎嘎 又忽然来了个黄头发的女人 那女人见嘻嘻地表示 可以看在曾经是同事的情分上给她们留条红 可现在传教士心里想的只有救出那怪物 彻底疯狂地她拿着斧头就准备上 表示就算死也要救出那怪物 哈哈哈哈 听到这话的女人笑了 哪种女人还没来得及说骚话 就忽然被一枪爆头 眼睛还在睁着就被嘎了 而设她的正是我们的变态女主志员 见状其他几个壮汉也都立马放下了武器 随后上阵选择了独自前去救那怪物 志员和传教士则负责在这里看着这几个状态 很快上阵便带着钢管进了一处暗门 那大门口正坐着一个小弟 他看到上阵身上的穴子 赶忙把手上的甩棍甩开 然后朝上阵直接冲了过来 就这样重重砸到了上阵的胳膊上 可为了救自己的兄弟 上阵决定跟他拼了 他攥紧手中的钢管 然后找准时机 反手朝那小弟脸上就是一闷柜 这一下直接把男人打懵了 整个人都瘫倒在地 上阵不敢多留一秒 赶忙继续朝关着怪物的牢房进发 最终在上阵打开最后一道门口 他看到了龙子 见上阵进来 那怪物叫住了他 并表示自己饿了 上阵闻言立马就准备给他开锁 也就在这时 一道光忽然打到了上阵脸上 下一秒几个壮汉直接破门而入 带头的正是之前 差点被怪物吃掉的赔不准 看到上阵他立马就吩咐一旁的小弟冲上去拦他 因为太过慌张 上阵手中的锁迟迟打不开 然而就在小弟们一股脑冲向上阵时 锁终于被上阵打开 就在上阵离刀子只差2.5个篮球的距离时 小弟直接被那怪物拦腰咬断 瞬间成了怪物的盘中餐 见状裴部长直接吓尿 赶忙转身就跑 可那怪物的脖子会伸长 裴部长还没跑两步就被噶了 最后伴着骨头被嚼碎的声音 裴部长 足 可就在上阵准备走时 那怪物叫住了上阵 示意让上阵把旁边的笼子也打开 跟着那怪物的脚步 上阵来到另外一个笼子前 顺着手电筒的光线往笼子望去 眼前的一幕把上阵惊呆了 一只和那怪物类似的同类 也正在被关在笼嘴 等上阵再转头一看 身后居然也有一只 那怪物来不及解释 只是让上阵先把他们都放 上阵回了那怪物一个眼神 然后帮他们都开了锁 与此同时 志源和传教士这边也有了情况 几个壮汉身后的大门忽然被打开 志源和传教士还以为是上阵回 但其实是这些壮汉的老大虎牙大人 他立马呵斥这些壮汉赶紧 还示意让身后的小弟准备好麻对枪 在虎牙大人的指挥下 局势被瞬间逆转 那个男人每天都要用斧头杀一个人 但他只杀社会上那些人渣 而今天他要杀的人 是一个只会躲在屏幕后面 黑我家哥哥的人 男人是一名传教士 而那个黑我家哥哥的人 则是和传教士对立的一角头子 代号虎牙大人 就在刚才 那传教士正带着女主志源 和一群壮汉干长 因为志源有枪 暂时控制住了面前的几个壮汉 然而才刚控制了两分半的时间 几个壮汉身后的门就忽然开了 虎牙大人带着一帮小弟破门而入 准备堵截传教士一行人 局势被虎牙大人逆转后 他戏谑的朝传教士和志源说道 我说你们他喵就为了你家哥哥 命都不要了吗 知道我因为你们损失了多少吗 给我闭嘴 你个小黑子 小黑子 你们说我小黑子 身后的大门已经被打开 上阵带着两只怪物就这样出现在众人身后 顿时虎牙大人就慌了 赶忙示意让一旁的小弟们朝怪物开枪 可小弟们这边刚把枪举起来 头顶的通风口就忽然颤抖起来 下一秒 又一只怪物从天而降 一个倒霉蛋瞬间领盒饭 紧接着就是被那些怪物们涂载的场 虎牙大人见情况不对 准备独自逃命 但恰好被传教士看到 他没有犹豫 将握着的大斧在手中蓄力 然后朝虎牙大人猛地丢了出去 斧头在空中旋转2.5秒后 直接劈中了虎牙大人的肩膀 差点被打的虎牙大人 赶忙取下背上的斧头 转头就朝传教士大骂西巴东西 可话还没说完 那怪物的巨口已经朝他咬来 虎牙大人直接被怪物生吞 紧接着虎牙大人的小弟们 也都被支援他们逐个击破 顷刻间整个仓库成了活人的屠宰场 不知过了多久 所有小嘎嘎都被审判后 除了男主上阵豢养的怪物还好 其他两只怪物都受了重伤 只见那只长着人脸的怪物 在其他两只怪物身上蹭了蹭 然后就忽然张开巨口 直接把那两只怪物都大块躲移了起来 然而就在怪物宝餐的同时 上阵忽然发现旁边的门缝里 居然有一只眼睛 等上阵把门打开后 发现原来是之前被绑架的科学家 那科学家见上阵没有恶意 就把自己是专门 研究人类基因突变的科学家身份给上阵说了 再次听到基因突变的上阵心中大惊 他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好兄弟善语 就在这时 忽然志源从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 表示这里死了太多人 马上就会有警察过来 要上阵赶快走 可上阵为了搞清楚什么是基因突变 骗志源说这科学家也是个信徒 并要带他一起走 听到也是信徒 志源赶忙点头答应 事后 他们在仓库门口找了两辆车 临行前志源和传教士商量 问传教士要不要去总教会 传教士一听当即就答应下来 他表示自己还认识总教会的董事长 于是志源和传教士便决定 等下在总教会见课 然后志源和上阵还有怪物 去开了另一辆车 就这样几人开着两辆车 开始向总教会进发了 那个一头白发的老灯 靠身体挣了十个亿 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权势首次 可他却是个变态 亿万家产不用来找妹妹 反而创造了一个 叫宇宙永生教的教会 自己还当上了教会的董事长 这个教会的宗旨 是处决社会上的一切人渣 而他们信仰的神 则是一种吃人的怪物 只可惜自创建教会以来 作为董事长的他 却从未在现实中见过真正的神 但今天他就要见到 就在刚才 男主上阵一行人终于历经千辛 将那教会信仰的神 也就是那吃人的怪物给救了出来 并准备连夜用车子 把怪物运到教会 到了第二天早上 志源和传教士这边刚把车停下 就看到董事长正在门口拨接 传教士见状赶忙上前打招呼 并带董事长看了那怪物 一见到怪物董事长便跪拜了起来 还含泪喊着就指大人的口号 之后 上阵他们被董事长带去 做了全身检查 而那怪物则被安排到了 专门的VAP房间 上阵在检查完没有什么大碍后 被送去了客房 那董事长还专门给上阵送了套衣服 是和虎牙大人一样的一套戏装 那送衣服的还专门告诉上阵 说这是董事长给上阵的礼物 这把一项腼腆的上阵搞得 有点不知所谓 但最后上阵还是穿上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几句 接着传教士也来了 但他腹伤了 胳膊捕折 腿也有点瘸 很快三人吃完大餐 又被安排去做了全身按摩 事后上阵还泡了个澡 一天的休整过后 上阵如是重负的躺在床上 他不禁想起了之前那个小巴巴说的话 他说怪物们只是人类的基因突变 但他在一想 今天早上那董事长都给怪物过 嘴上还喊着就齿大人的口号 上阵心想 难道自己的好兄弟真的是变成了什么 还是说只是他们扭曲了自己的心 就在上阵发呆时 房间的门忽然响了 是白天的那个庸人 他来带董事长通知上阵 告知上阵晚上要他参加夜间的教会礼拜 很快时间到了晚上 总教会的教堂里坐满了信徒 此时董事长正在台上慷慨地演讲 但在台下的上阵还是一脸懵逼 他问志源为什么自己要来这里 志源没有回答 只是让他稍等一会儿 随着董事长的演讲将气氛推到高潮 他开始郑重宣布 说等下新上任的虎牙大人要上台发言 说完便搓起了小手 志源这时也朝上阵点投示意 意思是董事长说的虎牙大人就是上阵 上阵人麻了 但看到志源这样 再加上台下的信徒们一直在喊虎牙大人 终于上阵还是上台了 在成千上万的信徒面前 上阵接受了董事长给他的虎牙大人一职 并以虎牙大人的身份和宗教徒打了招呼 自从上阵当上教会的虎牙大人后 他就一直魂不守树 晚上他一直在想 昨天就下的那个科学家说的话 他也说那怪物就只是人类的基因突变 最终思来想一去 上阵决定去找他搞清楚 他一路找到那科学家的楼层 确定房间后上阵赶紧敲门 一见到那科学家 上阵便赶忙 示意让他跟自己出来 两人在教会内的一处椅子坐下 上阵直接开门见山 问科学家基因突变的事 文言科学家摸了摸口袋 他拿出手机 打开自己之前做的视频 示意让上阵看看 手机播放的正是之前 他研究人类进化的那个视频 看完视频后 上阵和科学家坦白了 他说自己的朋友 善于也变成了怪物 科学家顺势便问上阵 你朋友在变异之前 有没有近视障碍 或者特殊情况发生 善于他 他那会好像不怎么吃肉类 说是消化不好 肉类 不会是对肉过敏吧 还有其他症状吗 这边上阵还没来得及回答 忽然志源从一旁路过喊住了他 见状两人立马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 志源感觉两人不对劲 便赶忙示意让上阵 有心思睡觉 等志源走远后 上阵又悄悄地出去了 他搭上了去VAP房间的电梯 然后一路走到那怪物的房间 他独自来找到那怪物 或者说自己的好兄弟 上阵问他到底是人还是神 文言那怪物并没有说话 只留下了一句 好兄弟 请相信我 第二天 上阵作为虎牙大人 今天要出席公开审判恶人 在一旁的志源示意让上阵放松一些 可面对这成千上万双眼睛 上阵还是有点紧张 随着传教士将演讲的气氛带到顶峰 他表示等会将会让他们信仰的神 来进行公开审判恶人 伴着台下信徒们的欢呼声 一个被遮住眼睛 脖子被扣上锁链的男人 像狗一样地被牵了上来 紧接着台上的侧门被打开 那怪物气势汹汹地从黑暗中跑不出来 台下顿时雀跃起来 所有人都在喊着就此大人的狗号 随后怪物在上阵面前停下 他示意让上阵发令 当着众信徒的面审判那人杀 可上阵却有点犹豫不决 那犯人此时也开始不停地自己写 说自己没有罪 就这样尬住了好一回 地旁的志员终于忍不住了 他有些称怒的对上阵说道 我的虎牙大人 你在干什么 还不赶快处决这个人渣 这个杀千刀的死变态 居然强奸了一个15岁的男高中生 但最终警方却只判了 他时长两年半的有期徒刑 如今时间已过去两个两年半 今天他终于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不过审判他的不是警察叔叔 而是这个叫宇宙永生教的教会 所有的高层人员 这个教会的宗旨是代替警方 私自处决社会上的所有人渣 他们信仰的神 是一种长得巨口獠牙的痴人怪物 我们的男主上阵 昨天意外当上了这教会的二把手 此时那强奸犯已经被押到上阵面前 只要上阵一句话 那强奸犯将被怪物直接生吞 可谁知那强奸犯这事忽然狡辩起来 说自己是被冤枉的 而且有法院的证据 他迫切地向上阵证明自己的清白 言语间字字吐露着诚恳 这让上阵有些犹豫不决 就这样僵住了好一会 台下的信徒们开始急躁起来 随着信徒们的声音越来越大 上阵头上的汗也越流越多 紧张的上阵再把口水咽了233次后 终于用超小的声音对怪物说了句 那个 进 进行审判吧 下一秒 那强奸犯连临死前的悲鸣声都没发出来 头就被怪物一口嘎掉 强奸犯被处决后台下的信徒们再次沸腾起来 这种奇怪的气氛 让第一次处决人渣的上阵头皮发麻 他不禁做了个呕吐的动作 但需要审判的人渣还有很多 很快传教士便宣布让下一个人渣上来临死 可就在这时 上阵忽然喊住了传教士 表示今天就先审判到这里 随后上阵便颤颤巍巍地开始朝台下走去 就这样离开了审判厅 等上阵回到房间后 第一件事便是抱着马桶呕吐完后 他回想起刚才那个强奸犯 上阵感觉他的话语间并不像是在撒谎 可以说是很真诚的那种 上阵不禁觉得自己现在在做的事 真的是正确的吗 然而就在上阵狐疑的时候 房间的门铃忽然响了 是女主志源来了 随着房门被打开 上阵和志源四目相对 志源微笑着问上阵自己是否可以进去 上阵没有拒绝 志源上来便问上阵还好吗 可上阵现在心里五味杂陈 他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甚至不知道自己待在这个教会干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做的是否就是对的 见状志源赶忙安慰起上阵 说自己第一次处决人渣的时候也是这样 和你一样会想如果杀的人是清白的该怎么办 这种感觉不止你我两个人有 这里所有的信徒都是一样 但我们不能因此放过他 这世间狡猾的人太多了 无法用法律制裁的人 犯了罪却没有被惩罚的人有很多 说着说着志源就回忆起了一些往事 原来志源黑话前也有一段痛苦经历 是的 志源也被强奸过 那个让八十岁老汉都压不住枪的女人 背地里其实是个超级大变态 打腰子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但其实她也是个可怜人 她叫志源 在她十四岁的时候 就被学校的学长强奸了 可等她将那畜生告上法庭后 那畜生的审判结果却是无罪释放 从那以后志源的世界崩塌了 被强奸的是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 所有人都在骂她是个脏东西 指责她不知廉耻 之后顶不住压力的志源选择了退学 就连办退学的时候 老师还对志源百般嘲讽 最终搞得那个强奸志源的人渣 更像是受害者 随着时间流逝 志源变得越来越颓废 整天烟九度日 就在志源也觉得 这一切可能都是自己的过错事 唯一关心她的姐姐给她打来的电话 两人约了饭局 饭桌上志源给姐姐说了 自己被强奸的事 听完后姐姐如遭雷击 当即便向志源提议 要带她去自己所在的教会 她所在的教会名为宇宙永生教 这个教会的宗旨是代替警方 私自处决社会上的所有人渣 走投无路的志源答应了姐姐的邀请 于是姐姐带着志源 认识了教会里的一个传教士 一见面姐姐便向传教士求助 求她帮忙处决侵犯志源的那个畜生 可传教士却表示 要按他们教会的规则来进行处决 等传教士向志源介绍完规则后 志源果断一口答应 并含泪求传教士帮她处决了那个畜生 事后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 传教士和姐姐帮志源抓住了那个畜生 本来只需要志源过去摘下头头 确认一下是不是那个侵犯她的人 可谁知等志源看到那畜生的脸后 直接将她扑倒在地 然后死死掐住她的脖子 志源就这样一边哭 一边加大了手中的力度 直到把那畜生掐到没了呼吸 志源才慢慢收手 最终在传教士和姐姐的帮助下 那畜生在一处荒地被埋了 志源也从那天开始迎来了新生 就在刚才 志源把这段经历全都给男主上阵说了 听完这些的上阵心里有些波动 也就在这时 志源站了起来 然后他慢慢靠近上阵 嘴上还说道 上阵 你刚才做了件对的事 我真的很感谢你 接着志源便脱下了外套 再然后脱下了那边 直接给上阵来了个床东 随后便和上阵做了些不可描述之事 与此同时 那怪物在吃完那个强奸饭后 身体开始发生了一变 志源最终还是给了 在经过漫长的三分钟深入交流后 上阵一脸满足地坐起身来 志源也非常懂事 简单收拾一下就准备走 一点也不黏人 之后上阵也准备出去 他要去看一下自己的好兄弟善语 也就是那怪物 可这边上阵刚打开好兄弟的房门 就发现此时 他正在被一滩血水裹住身体 和之前变成减状的情况相似 不过这次变异的形状更大 整个房间都快被站满了 收到消息的教会 董事长赶忙跑了过来 传教士和志源也很快到达现场 但经历过上次变异的志源和尚 真也不慌 他们给董事长解释说 这是怪物的自我进化 似懂非懂的董事长一脸懵逼 殊不知其实只有在门外偷窥的科学家 才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与此同时 教会关押犯人的监狱里 一个15岁的女孩 现在也正在开始发生一点 在别人眼里 这女孩就是个疯子 因为教会抓她入狱的原因 是她亲手杀了自己的父母 关押她的人 更是把她当精神病看待 骂她是个没良心的东西 可她被骂了 却还在呲牙咧嘴的尖笑 怒怼男人说不应该干掉自己的爸妈 而是干掉男人的爸妈 男人听到这话不禁冒了低冷汗 赶忙放下给她的午饭 然后转身就走 等女孩拿到饭后 才刚吃了一口 就感觉这饭菜的味道 和往日有好大的差别 连咽下一口米饭都好困难 这种厌食的症状 正是变成怪物的前奏 很快时间来到晚上 上阵还在房间里 回味白天支援 给她做核酸的感觉 忽然门铃就响了 是白天给那个女孩送饭的信徒 她神色慌张地告诉上阵 说牢房里那个女人有点不对劲 闻言上阵立马跟她赶往了地牢 此时那女孩的身体 已经变得比平常大2.5倍 上阵看到后也有些震惊 她缓缓靠近牢门 本想关心一下女孩 可上阵话还没说完 女孩的头就忽然转了过来 紧接着一张深渊巨口 便朝上阵咬来 差点就大结局 上阵被吓得飞起 见状一旁的小弟们 赶忙过来查看情况 还问上阵要不要 叫那怪物来处理一下 可现在怪物还处于进化期 上阵现在也没有办法 看着变异后的女人 上阵决定还是等到 怪物进化完再做决定 第二天放心不下的上阵 专门请来了那个科学家看看 经过科学家的一阵分析后 她确定了女孩也是基因突变 不过科学家却觉得有些奇怪 因为这女孩进化的太快了 一天不到的时间就变成了怪物 于是她转头问上阵准备 可上阵却表示 要等那怪物醒来后 由怪物做决定 说到这 上阵顺便满了怪物 变成减状的事给科学家说了 紧接着科学家便表示 要让上阵带她去看看 很快两人到达怪物的房间 科学家赶忙上前仔细查看了一份 但得到的结论 和上阵想的影大差不差 科学家表示 那怪物现在就是在二次变异 类似昆虫的破解成敌 事后 上阵召集了传教士和志源 还有董事长 商量怎么处理地牢里面变异的女人 传教士表示 直接答了那女人 可志源却说 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 董事长没有意见 只是问了 问上阵要怎么处理 但上阵最终的决定 缘合志源 并决定给女人 喂点东西试试 上阵殊不知自己的这个决定 差点就导致了教会的灭亡 这是我见过最聪明的猪 智商最少一百八 它即将被当作饲料 喂给一只怪物 牵他的小哥 很不耐烦地将它弄到怪物的牢笼前 两人决定一个人开闸门 一个人放住 可谁知两人张板都打开 那猪却像能意识到自己要被打死 开始疯狂往后退 四个蹄子死命地往后蹬 负责开门的小哥 赶忙催促放猪的快点 可话还没说完 头就被那怪物一口嘎掉 番茄匠直接见了那放猪小哥一脸 见状那猪开始疯狂嘶吼 而那放猪小哥此时 已经被吓得四肢都僵硬了 猪猪趁机挣脱了小哥 疯狂往门外狂奔 下一秒 那放猪小哥的头也无了 紧接着怪物就这样被放了出来 整个教堂成了他的自助餐厅 只要见到活着的东西 他就是英雄 几个教会的安保人员 赶忙将怪物围了起来 消息也很快传到男主上阵那边 智元也及时赶过来 就在这时 怪物又发动了攻击 看到怪物这样吃人 被洗脑的两人心里 却还在狐疑这家伙是不是他们的神 还算理智的智元捡起地上架 准备上前和那怪物战斗 可上阵却忽然一把拉住了智元 上阵表示太危险 不能让智元过去 但这怪物战斗力太强 几个大汉只能干看着同伴被一个个吞没 然而就在这最绝望的时候 教会的传教士来了 他曾是一名雇佣兵 趁那怪物还在吃人的功夫 传教士眉头一紧 然后将手中的大腹蓄力 紧接着开始朝那怪物冲刺 最后一跃而起 直接一腹劈了下去 可谁知那怪物居然用口中还未吞没的状案 挡下了传教士的致命意气 趁传教士的后摇没结束 那怪物直接张开裂口朝他引去 虽然被传教士躲过 但怪物的下一击也紧飞其后 不过这次也扑了个忙 士上阵就下了传教士 上阵表示怪物太危险 事宜让传教士跟自己先躲起来 闻言传教士嘴角微微上扬 微笑着对上阵说没事 接着便转身准备继续和那怪物硬钢 只见他赤手空拳的就朝怪物冲刺 然后举起本就腹伤的胳膊向怪物砸去 怪物没有犹豫 直接用嘴接下了这一击 但这只是传教士的计划 随即他用脚踢向地下的斧头 斧头在空中旋转2.5圈后 刚好被传教士的右手抓住 然后他怒吼着就朝怪物劈去 怪物来不及收嘴 只能挨下了这一重击 传教士顺势又给了怪物两拳 那怪物受闯 四肢开始颤抖起来 最终就这样瘫倒在了传教士面前 看着瘫倒在地的怪物 传教士刚想松口气 可下一秒那怪物又开始蠕动起来 然后他猛地睁开眼睛 再次朝传教士咬了过去 就在传教士也快要被怪物吞过时 教堂的大门忽然开了 一个没穿衣服的男人走了进来 静止就朝那怪物走了过去 那男人绝对是社交牛逼症的天花板 他出门从不穿衣服 连小内内都没有 刚才教堂里意外出现了一只怪物 教会的七八个安保人员都控制不住他 被吓得四处逃窜 而那男人见到怪物后居然还主动靠近 面对正面袭来的血盆大口 他丝毫不慌 甚至直接把手放进了那怪物嘴里 紧接着还把怪物当宠物抚摸了起来 怪物就这样一下变得像猫一样听话 原来男人也曾和他一样是个怪物 那是因为他一直窝在家里打游戏 整整打了半个月 半个月里他一口水没喝一口饭没吃 最终基因突变变成了怪物 变成怪物后他又开始发生一变 最终经过两次一变后 他再次变回了人形 他名叫善语 是男主上阵的好兄弟 经过善语对那怪物的几下倾诉后 怪物逐渐平静下来 健壮众教徒都开始纷纷跪拜起来 这一刻善语终于成为了教会真正的旧旨大人 但只有上阵知道 眼前的善语已经变了 事后 上阵独自来到善语的客房 一见面上阵就问他还是不是善语本人 还问善语从他变成怪物到现在发生的事 是否还记得 可善语表示自己现在还是以前的那个善语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现在也可能不是那个善语了 关于记忆 善语说之前的事他都记得 不过现在他脑海里还有很多其他人的记忆 之后上阵没再多问 现在他准备去看望一下传教士 经过之前的战斗 传教士的左胳膊废了 但其他的都还好 然而他人都这样了 却还在问上阵旧旨大人的事 上阵解释说他们现在看到的旧旨大人 其实是曾经自己的好兄弟 但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又会从怪物变成人形 这时一旁的志员打断了他 表示对他们信徒而言 他们需要的只是旧旨大人 传教士也微笑着说 不管善语长什么样子 都是他心中的旧旨大人 听完他们的话上正懵了 他不知道现在到底应该 把善语当好兄弟还是什么 晚上 一个教会的庸人前去给善语送晚餐 那庸人刚进到房间 善语就示意让庸人 拿着食物过来一下 不明所以的庸人照做了 等那庸人靠近后 善语忽然猛地转头 那庸人看到善语的脸后 差点惊掉上罢 来不及反应 就被一只触手状的东西 贯穿了身体 最后庸人成了善语的晚餐 饱餐过后善语去了地牢 他静止走到那怪物的牢房前 然后直接打开了牢门的锁 那怪物听到动静后 转过身体 乃至这时善语忽然抓住自己的胳膊 接着用力一拉 善语的胳膊 居然像知识一样被扯下 他像是感觉不到疼头 反手直接把自己的胳膊 递到了那怪物嘴里 那个男人养的虫 是一只长着裂口 并起丑无比的吃人怪物 而他豢养怪物用的饲料 居然是自己的手臂 只要那怪物饿了 他就会扯下自己的手 然后直接递给怪物生吃 而他的手则会在几秒后重新长出来 他非常喜欢那怪物 为了能每天睡醒 就能见到怪物 他准备把怪物直接带回家里 周围的信徒看到都目瞪狗呆 可善语却如怒春风 但他殊不知自己的这个疯狂举 已经被一名女警察盯上了 随着善语带着怪物坐了上楼的电梯 女警察赶忙冲向安全通道 就在善语带着怪物准备回到房间时 恰好被女警察拍到了照片 原来这女警察早就在教会里 暗中观察了很久 大家还记得最早上阵还在家时 主动破门入的那个警察吗 本来他当时是负责调查上阵杀人的案子 但他死后就由他的助理 也就是这个女警察负责了 之后在上阵跟志源潜逃的期间 他就一直在调查上阵 当时从监控视频中 他便看到了上阵和志源带那怪物上山 于是他就一路摸索到那个废品站 在之前上阵用来安置怪物的那个小黑屋里 他发现了一只胳膊和满屋子的血子 自此他就将上阵定性为了重大嫌疑人 后来根据路边的监控 他很快又查到之前那个小教会 但那个教会当时已经准备拆了 然后他顺势就从拆迁的工作人员口中得知 教会的名字叫宇宙永生教 为找到上阵杀人潜逃的证据 教会设有专门关押犯人的牢房 并且里面囚禁了很多人 时间回到现在 在女警察冒死拍照的同时 忽然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原来是那个之前让善宇吃掉自己父亲的女孩 女孩语气低沉的说道 姐姐你拍了旧齿大人的照片吧 顿时女警察被吓得寒毛倒立 以为被发现了警察的身份 然而下一秒女孩却又微笑起来 笑着说其实自己也和女警察一样 想偷偷看一眼旧齿大人 闻言女警察甚至跟女孩附和点 还开玩笑的说没想到被女孩逮了 接着女孩表示要和女警察一起守住这个秘密 因为女孩也不能被他妈发现 他偷偷跑来看就是大人 不然会挨他妈的妈 随后女孩和女警察就这样离开了教会的公寓了 路上女警官问女孩的妈妈在哪 女孩说等一下就是教会的晚间礼拜时间 妈妈应该快到了 话音刚落女孩就发现了妈妈 一见到妈妈女孩便扑了过去 女警察和女孩妈妈点单喊宣举之后 妈妈提议让女警察跟他们一起去参加教会礼拜 女警察没有拒绝 一起去了教堂 不疑会教堂妹坐满了信徒 礼拜马上就要开始 不过这次的主持人是上阵和善语 站在演讲台的善语 一眼就注意到了那对母女 随后她露出一脸邪笑 伴着信徒们不停呐喊审判恶人的口号 善语宣布审判正式开始 然后善语便脱下深层的衣服 紧接着善语的背上忽然长出几颗会蠕动的笼包 下一秒 那笼包居然刷得一下变成了吃 那个朴信男站在讲台上 当着几千人的面 居然主动脱光了衣服 台下的男人和女人都沉默了 但这还只是开胃彩 只见男人背上忽然长出笼包 下一秒 那笼包竟然变成了一扇血红的翅膀 随着男人嘴角微微上扬 那翅膀开始朝一个方向弯曲 接着翅膀扭曲成了一根触手状的东西 直接贯穿了台下的一个中年妇女 妇女的番茄降进了一旁坐着的女孩衣服 紧接着她便被那触手就这样低了起来 那女孩是妇女的女 母女俩就这样对视了最后一步 随后那妇女便又被台上的男人偷偷 一直拖拽到了她背上 那翅膀将女人死死骨抖 伴着男人冷空一声 那妇女成了男人的夜宵 而台下的人这时却非但没有抱着 反而还都光呼雀跃起来 原来台下的人都是一个叫宇宙永生教教会的信徒 而台上的男人正是他们教会信仰的神 他叫善语 这个宇宙永生教的宗旨是背着警方 私自处决社会上的所有人渣 女人被处决后 她的女儿崩溃了 眼泪止不住地流 但恰好被女主志源看到 于是志源便决定和她聊几句 志源和女孩聊起了善语 然而善语都杀了她的双亲了 女孩却还在哭着说善语对她很珍贵 是她心中的神 志源这时也趁机附和道 说善语是专门负责守护他们所有信徒的 而刚才杀了女孩他妈 就是对他妈的救赎 还说他妈现在已经在天堂舒适的生活着 单纯的女孩就这样被志源洗脑了 最后女孩就这样苦笑着接受了现实 与此同时 善语现在正在悠哉地洗着澡 忽然王主上阵破门而入 她来到善语的浴室门前 有些生气地质问善语为什么乱杀人 还问她背上的翅膀是怎么一回事 文言善语漫不经心地起身说道 先不管我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不一直都是好朋友吗 还有那个女人 因为她有必要接受处决 所以我才进行处决的 为什么呢 她并没有犯罪啊 上阵 我说过了 她是因为有必要接受处决 上阵没有再说什么 转身便准备离开 走失她心想 现在的善语绝对不是她认识的那个善语了 时间到了第二天 教会的几个信徒被召见到了善语的房间 随着信徒们挨个进到客厅 善语从卧室中缓慢走出 微笑着对众信徒打着招呼 几人见状都跪拜起来 善语赶忙事宜让他们起来 随后她坐到椅子上 准备告知几人叫他们来的目的 就在几人以为可以为善语做点什么的时候 善语戏谑地说道 叫你们来的目的呢 是因为你们要接受审判 这边善语话音刚落 一只巨大怪物就从旁边的隔间里走得出来 这个变态的男人 居然把一只怪物当老婆 他每天都忍不住卢梁马 但豢养那怪物的饲料需要活人 于是他便将几个活人骗到家中 然后再放出那怪物 众人见到怪物都被吓得头皮炸裂 拼了命地往门外狂奔 可到了门口出她怎么忙 因为此时的门已经被两个壮汉从外面反锁了 更凭众人怎么敲 门就是不给开 见状其中一个女人下意识地转头望去 结果下一秒就被那怪物直接生吞 女人的番茄降见了其他人一脸 整个房间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 男人则坐在一旁开心地看起了县城吃播 男人名叫善语 是这个宇宙永生交的扛霸 而那些被怪物吃掉的倒霉蛋则都是他的信 很快那几个信徒们消失的消息 在教会内部传开了 女主制员他们还以为是教会安保出现了问题 专门在教会大门设置了工作人员 现在所有人离开教会都必须要外出证 此时那个潜伏在教会的女警官打算外出一趟 他本想带那小女孩一起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被洗脑的女孩却还想留在教会 直言要一直陪在善语身边守护他 正当两人商量时 直言走了过来 他了解到女警官现在准备外出几天 直言表示可以帮他照顾女孩 并告知女警官近期教会安保升级了 然后直言专门从身上拿出了一张外出证 把名字改了之后 递给了女警官 之后女警官便离开了 临走时女警官暗想 现在教会突然强化安保系统 肯定和之前那几个倒霉蛋信徒消失有关 到了晚上 女孩在直言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问直言 说自己的妈妈真的是因为需要被善语审判 所以才被审判的吗 直言肯定地回答了女孩 并且是说善语这么做 肯定有她的生意 虽然直言嘴上这么说 但心中也是五味杂陈 与此同时 男主上阵这边又找到了那个科学家 上阵询问科学家现在对善语的探索 科学家首先表示最近消失的信徒 大概率是被善语吃了 或者是被之前那地牢里的怪物吃了 并且他以善语为基因突变的角度 向上阵分析 说善语现在对食物 也就是活人的需求量 比之前多了好几倍 从而可以证明善语 现在已经算是基因突变进化完成 随后那科学家又用骡子向上阵举例 骡子作为马和驴的杂交物种 因为它们不能繁殖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并不把这种东西归为物种 但是一旦骡子能繁殖 我们就会认定它为物种 因为物种分类种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繁殖问题 我所研究的所有基因突变都是雄性 所以不能繁殖 但上次我们在地牢里看见的那个怪物 应该是雌性吧 如果这不是单纯的单性基因突变 而是可以繁殖的基因突变的话 那就说明它们不再是基因突变 而是新诞生的物种 所以说了这么多 你应该也想到了吧 我对它的看法是 它们会不会是在准备繁殖呢 假如让你给这只小可爱做核酸 你会选择用什么捅它的嘴呢 在男主上阵和科学家深入交流后 他刚回到家 传教士就找了过来 他准备找上阵出去散散心 还顺便叫上了志源 三人就这样在公园里闲聊起来 忽然传教士聊起 最近教会内信徒消失的事 他还听说他们全都是被善语私自处决 上阵说他也不知道 可志源却提议一起去问问善语 上阵闻言没有拒绝 于是三人便直接来到了善语的房间 上阵直接问善语 说他是不是每天都会在房间里 处决教会的信徒 还直言说要想处决的话 也得处决教会地牢里那些犯人才对 可善语却冷冷地说道 所以呢 我们第一次干掉的五金店大叔 也是教会准备的人吗 还有便利店那个眼睛男 那个破门入的警察 应该也不是教会准备的人吧 善语一戏话把上阵怼得哑口无言 见状志源还过来打圆场 说教会的信徒现在都惶恐不安 然而话还没说完就被善语打断 志源 我可没有让你说话呀 还有 我的事我自己会处理 这些都不是你们该管的事情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从今天开始那个小可爱和我一样 都是救死大人 你们要给他和我一样包吃住 话音刚落 那怪物便从隔间里走了出来 似乎是对之前传教士砍他的使怀恨在心 被试一眼后 他就朝传教士扑了过去 还好传教士反应及时 躲过了攻击 但怪物并不打算放过传教士 马上又张开裂口准备吞掉传教士 就在这时 一把椅子敲到了那怪物的脑子 是上阵敲的 见状怪物立马转头 死死盯着上阵 随即他再次张开了裂口 差点就要大结局时 善语打断了怪物的攻击 够了 都别闹了 你们都出去吧 顿时房间内空气都凝固了 三人都没再多说一句 转身默默地离开了 而善语则露出了一脸诡异的勇气 事后 三人又做一期讨论起了善语 经过之前和科学家分析的结果 上阵向两人假设地说 如果善语不是神的话 那我们会怎么样呢 文言传教士表示 虽然不是没那种可能 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我们这个教会就会变成一个骇人集团 史无前例的骇人集团 不用担心 不会有那种事的 见状志员安慰起了两人 但上阵心里还是五味杂陈 另一边 那个女警察从教会出来后 专门私下约见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也就是警察局局长 他直接跟局长说了教会的大致情况 并把之前拍到那怪物吃人的场面 全都给局长看了 喇语等局长看完后 居然把女警察拍的视频全都删掉了 并拍桌表示让女警察以后 别管这件案子 可局长却说 这个宇宙永生教的董事长 早就把市里所有的监察官都收买了 仅凭他俩的话什么都做不了 并且很有可能女警察自己也会丧命于教会 文言女警察怒了 朝局长吼道 都他喵死这么多人了 难道你就不管管吗 但局长态度还是没变 只是再次强调了这个教会他们惹不起 见状女警察扭头便走了 局长还想难一下 可女警察反手便说要辞职 直言自己以后将不再是警察 随后潇洒离开现场 他现在心里想的只有赶快救出那个失足少女 善宇之前养的怪物现在已经变成了简状 像是一个巨大的虫乱 还在不断跳动 就在善宇欣慰地抚摸着自己的杰作时 恰好被一个路过的教会庸人砍了 庸人不禁冒了几滴冷汗 他赶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上阵他们 三人再次商量起了对策 致原和尚阵现在已经开始有些指引 他们不确定那个怪物到底是不是和善宇一样的神 见状传教士也直接表态了 他说自己感觉那怪物根本就不是神 尤其是怪物的眼神 更像是恶魔 他回想起从前当兵的时候 曾有个以杀戮为乐趣的队友 他的眼神总是很奇怪 就和那怪物的眼神一样 传教士感慨说如果能回到过去 当时一定会亲手了结了那个恶魔 听了传教士讲的故事 致原表示自从那怪物出现 信徒们到现在一直都惶恐不安 说不管怎么样 那怪物必须要想办法解决掉 文言上阵也非常肯定 传教士更是一拍即合 还分析说现在既然那怪物变成了简 现在应该是没有攻击性的 于是三人达成共识 准备到深夜动手 很快到了夜半三更 善语正躺在椅子上睡觉 三人就这样悄悄地破门而入 他们还专门带了对付怪物用的工具 紧接着他们来到那简前 上阵没有一点犹豫 直接朝简刺了过去 噗嘶 破简的声音瞬间回荡在房间内 上阵也被那简里的血剑了一声 可那简却仍在扭动 见状传教士准备再鼓一击 他反手拿出昔日的战斗 然后在右手猛的蓄 直接把简劈了个更大的口 这次那简像是受到了重疮 扭动得更剧烈了 而此时善语也被刚才的声音吵醒 就在传教士准备再来一下时 善语从几人身后走了进去 只见传教士举起站脖 然后猛地朝内简劈去 受到重疮的简开始疯狂扭动 就在传教士准备发起第二次攻击时 善语破门而入 见状三人慌了 赶忙停下了攻击 而善语就更慌了 看着自己的杰作被劈成这样 他赶忙朝内简走去 靠近简后他伸出右手 试图将简上的口子缝合 可那简却一直在不停喷血 善语脸都黑了 也就在这时 传教士再次握紧了手中的站脉 不过这次他的目标是善语 可善语早就感知到了危险 瞬间就从身后张开一张血液 把传教士直接堵飞好几名人 上阵和志源也都被那血液 按在墙上不能供弹 善语下手很重 上阵和志源被压得近乎快要窒息 上阵挣扎着说让善语快放了自己 那简修复伤口 他把手直接伸到了结尾 那简受的伤太重 善语只好用血液先捕住伤口 并把自己的血不断输送回来 随后善语将胳膊直接扯断 准备用血液给简强行止血 终于那简不再喷血 善语此时也松了口气 如是重负的贪坐在地 顺势将背后的血液也从三人身上抽离 这边上阵刚传了口气 马上又朝善语说道 善语 那个是恶魔 我们这么做可是在保护你 他们要赶紧闭嘴 你们谁要是再敢违抗我的命令 我就把你们全都干掉 善上阵 我放过你只是因为你是我作为人类时 留下的最后一段记忆 并不是因为我需要你 明白了就赶紧滚蛋 文言上阵呆住了 传教士和志源也不敢多说什么 带着上阵便离开了房间 很快时间到了第二天 上阵在浴室洗澡时 心里一直在想昨晚善语说的话 他现在已经完全不能确定 善语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再想想那个科学家说的基因突变 上阵已经开始觉得 现在的善语会不会也只是个痴人的怪物 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 打断了思绪万千的上阵 然而敲门的人居然是那个女警察 不明所以的上阵开门后 直接被那女警察用刀架在了脖子上 上阵还想问她是谁 可女警察根本不理她 只是让她别出声 先退回房间去 谁知这一幕恰好被那个在教会的小女孩看到 与此同时 善语这边也有了动静 早上的时候那箭忽然开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接着又像之前那样不停地在扭动 几秒后 一双人腿竟从箭里滑落下来 就这样一丝不挂地走到了善语面前 但女警察挟持了上阵后 她又把上阵绑了起来 并拿出手机开始录像 女警察气愤地诉说着上阵之前犯下的罪行 她越说越激动 最后直接一把抓住了上阵的头发 质问她为什么要乱杀人 见状上阵也摊牌了 表示自己一开始并不是想乱杀人 只是面对变成怪物的好兄弟 自己也没办法不管 刚开始只是想把那些社会上的人渣喂给善语 但后面事情闹得太大 你们警方都盯上了我 就在我精神快要崩溃的时候 这个宇宙永生交的信徒找上了我 他们把怪物形态的善语奉为神 也因此教会保护了我和善语 而且曾经有段时间我也把善语当做了神 就和这教会的信徒一样 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想请你帮帮我 一定要阻止善语 阻止这个疯狂的事情再继续下去 听到这女警察呆住了 也就在这时 上阵房间的门响了 来开门的正是志源和传教士 原来是之前那小女孩看到女警察挟持上阵后 专门去通知了他们 这边女警察看到志源和传教士进来后 胆忙用刀抵住了上阵的脖子 并威胁他们再过来就杀了上阵 见状志源和传教士一脸懵逼 这时上阵发话了 事宜让他们两个先冷静一下 直言现在他们必须要跟女警察联手 一起对付善语还有他豢养的怪 边说着又向女警察说了那怪物变成解的事 见上阵这样求自己 女警察选择了相信上阵 就在四人准备和解时 一个教会的信徒来敲门了 表示善语要召见他们 并让他们准备迎接新的救治大人 文言上阵一下慌乱 他赶忙让女警察放了自己 说解决完那怪物和善语后自己会去自身 为了不让善语再害更多的人 女警察只好暂且答应了上阵 与此同时 教堂内已经坐满了信徒 台上的董事长正宣布着迎接新救治大人的话 伴着台下信徒们的欢呼声 善语走上了台 身后还跟了个熟悉的身影 是善语豢养的那怪物已进化成了人形 这边上阵他们几人也以飞速赶来 上阵看到善语和那女人后 顿时冷汗直冒 因为他看到那女人的肚子大了 上阵回想起科学家当时跟自己说的话 科学家说善语在准备繁殖 而现在按情况来看是真的 事已至此 上阵把科学家推测的结论都给三人讲了 最后上阵也非常坚定地表示 不管发生什么 自己都会去阻止善语 现在我们的镜头要给到善语 上台后他很正经地给众信徒介绍起了那女人 说他是新的旧耻大人 紧接着善语宣布 审判之时已到 台下的信徒们这时还傻乎乎地沸腾起来 两秒半过后 善语嘴角微微上扬 然后他背后的脊椎开始蠕动起来 下一秒 他居然张开了血液 将魔掌伸向了台下的信徒 被刺善语彻底疯了 他准备一口气吃掉一万个人 只见他嘴角微微上扬 背后的脊椎便开始蠕动起来 下一秒 一张血液赫然出现 接着他将血液切换成触手形态 直接刺向台下的信徒 几个倒霉蛋瞬间被触手贯穿 随即善语又用触手将他们吊了起来 在空中开始了屠杀 顿时台下的信徒们都开始害怕 议论善语这不就是在乱杀人吗 可善语根本不 他一边控制触手猎杀信徒 一边提醒身旁的女人 示意他现在可以随便试人 闻眼女人也不装了 大吼一声后 他的脖子瞬间伸长了数米 接着他把头盗锁骨 分裂成了一张超大的猎口 想都没想就朝台下的信徒们咬不过去 几个信徒不到半秒就血肉魂飞 然后被女人禁数昏入促虫 一边是失了智的善语 一边是恐怖如斯的怪物女 请客间教堂成了人间烈狱 几个跑得快的信徒还想从大门逃跑 可门早就被焊死了 还是董事长亲自安排了 作为善语最忠诚的信徒 他早已没了人性 就在善语杀了不知多少信徒后 他的好兄弟上阵终于出面智 他示意让善语赶紧助手 可话还没说完就被善语一下打飞 这一击很重 上阵被打得到飞出好几迷远 不等上阵再次开口 善语直接说道 我不是警告过你 让你不要再来妨碍我 边说着善语把触手伸到了上阵面前 善语这次动了杀心 他准备做掉上阵 跟上阵说了最后绝别的话 他向上阵发动了攻击 可谁知咔嚓一声过后 上阵居然没死 原来是传教士及时赶了 一斧头批断了善语的触手 此刻的传教士也已醒悟 他为之前辅助善语所做的蠢式赶了后 于是他决定要亲手解决善语 随即他再次举起战斧 朝善语冲了过去 传教士再次举起了战斧 不过这次他的目标是善语 可还没靠近善语 就被善语的触手摁倒在地 眼镜也被整个摔碎 但传教士并不打算放弃 他起身痛斥善语 想让善语不要再乱杀人 然而善语却根本不听 仍在和那女人一起屠杀着重心 还质问传教士 说难道教会之前随便杀的人就都该死吗 而且反正所有人都会以同样的理由被杀死 我现在只不过是对他们进行提前审判而已 话音刚落传教士就把斧头朝善语丢了过去 斧头正好劈到了善语的大肚 可善语却像感觉不到疼痛一样 没有任何表情 传教士这时急了 再次大声指责着善语 说他根本就是在乱杀无辜的人 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 谁知善语却戏谑地回复道 所以把我带到这里的人不正是你了 这难道不就是你曾希望看到吗 审判人类的画面吗 这时一阵脚步声打断了善语 是之前的那个女警察 他拿着钢管准备偷袭善语 虽然钢管正好砸到善语的后脑手 但善语却还是和之前一样没有任何反应 见状女警察呆住了 来不及逃跑 善语直接一触手朝他抽了过去 女警察当即被击倒在地 善语没有犹豫 把触手怼到了女警察头上 可就在准备发动攻击时 志愿举枪走了过来 他直接抵住了善语的脑袋 毫不犹豫地开了枪 善语应声搞定 然而就在志愿以为 一切都这么结束了的时候 忽然善语一只触手抽了过来 志愿被这一击抽到了台下 受了很重的伤 也就在这时 被爆头的善语又有了反应 一阵蠕动的声音过后 善语再次站了起来 而且伤口居然也全都被复原 紧接着善语转身 静止朝志愿走了过去 这次善语是真动了杀心 那个男人被枪顶住脑袋 却丝毫不慌 因为他及时被当场爆头 只需要在地上趴两分半的时间 便又能再次完好无损地站起来 起身后善语朝志愿 静止走了过去 可就在善语准备动手杀了志愿时 上阵一声助手打断了他 上阵赶忙捡起地上的手枪 然后逃避犹豫地 逃善语连开竖枪 善语就这样再次被爆头 上阵不敢犹豫 赶忙跑去扶起志愿 他们计划先逃出教堂 趁善语还在修复伤口时 四人就这样一路准备逃跑 而此时教堂的大门 在信徒们不断地撞击下 终于被砸开 门一开 所有信徒都疯狂逃窜起来 只有董事长 依旧淡定地吩咐着手下 示意让他赶紧去放一些路障 补助人群 与此同时 教堂内另一只怪物已经杀疯了 只要逮住一个 就是直接一口闷 可即使面对这样的人间恋语 有个小女孩却淡定地坐着一动不动 女警察见状赶忙过来叫她走 可女孩却说自己不想走 要留在这里陪着善语 无奈之下女警察一把将她抱起来 然而小女孩却怒了 让女警察赶紧放了自己 为了救回已经被洗脑的女孩 女警察没有过多警示 赶忙跑去跟传教士他们会合 可谁知等上阵他们走到大门口时 却发现大门已经锁住了 任凭信徒们怎么喊叫 在门口的几个董事长手下就是不听 这时志员提议 可以走他们高层人员才能走到暗门离开 没办法 四人只好先走一步看一步 就这样他们成功从教堂撤离出来 这时忽然一辆车迎面驶来 还正好停在上阵他们面前 原来是那个科学家 他示意让众人赶紧上车 不敢犹豫半秒 所有人都赶忙冲上车子 只是开到出口时 科学家才发现 大门已经被安排了路障 上阵这时示意让科学家不要犹豫 直接冲过去 情急之下科学家也只好 随着油门被踩到了 车子就这样朝大门冲了过来 荒唐 路障被撞开了 众人都活了下来 但现在基本上全员负伤 需要先找个落脚的地方 上阵提议先去医院 可志员却表示 那董事长现在和善女士义务 医院估计也不安全 于是志员提议 不如去他们最早躲避警察的 那个废品站先躲躲 之后到了晚上 众人成功逃到了废品站 又是和之前一样 不过患上阵照顾起了志员 两人借着夜色聊起了 最近发生的事 看着面前的篝火 上阵不禁忏悔起来 说原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神 我们其实也都只是 一群凶犯而已